快篩使命志上路第三天 碰到週末 一大早藥局涌现人潮 北市这间藥局40分钟就卖光 跟前几天不同 半数是年轻族群 有上班族直呼终于能买到快篩 希望是就是药妆店 我们就不用特地拨时间 然后可能还有群聚的风险 反观另一间药局因为没被选入 优先配货名单 周六开门 没快篩世纪可卖 预计最快下午才会有货 就想再少一点来买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要是向民众致欠 增设赖群组 疏解民众情绪 我昨天晚上全部提出了这些讯息 告诉他们不要在这边排队 榆林之间药局也因物流延迟 贴出暂停贩售快篩购事 明明是周末各地药局快篩世纪大缺货 药室工会证实原先合作近五千家药局 却突然被告知四月三十号周六 仅剩两千两百零二家 周日原先传无配送快篩 但后来又改为只要开门就会配送 但到货时程未定 物流人员可能有一些有放假的状况 快篩是明治上路才三天乱象不少 不过民众期待的第一款进口唾液快篩 以核卷输入 将采样漏斗与采样管连接 第一款核准唾液快篩是由韩国生产 阳性遗致率达95.83% 阴性遗致率达99.6% 符合小鼠的审核标准 根据了解厂商已申请三千万剂进入台湾 但第一批核实底台 核实在市面上贩售 实验署透露目前不止这款唾液快篩核卷 还有其他国产制造与进口输入的唾液快篩 也还有案件申请中 未来国内市售快篩试剂 有望更多元 借梁闭林外强热3G台北云林采访报道 自己的轻销工作要做好 所以我再次给大家推荐旺旺水神机 有种比较大的一种雾化器 大的雾化器它大概有四公升 小的地方像是两到三瓶左右 你可以买这种小型的雾化器 怎么买呢 来 这边有个QR Code 买的话请你输入CTI285